你好,欢迎来到第四课室 从这一课室开始,我们就要学习数据阿绝的具体步骤了 这里面的每一个步骤看似都是循规蹈矩的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通常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会尽量把自己工作中一些惨痛经历和教训总结出来 如果你看后能有一点点感悟或者收获 甚至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点快乐 那我的痛苦就没有白费 根据CRISP-DM这个前人总结的方法论 我们开始做数据阿绝的时候要有些前置的准备 这些准备有两个方面 业务理解和数据理解 数据阿绝是一种方法 在这个方法中虽然说技术是一个重点 但归根到底 你的方法要去解决问题 狂有技术而没有问题 是没有办法去实施的 所以在开始数据阿绝的时候 要确保你对业务及数据有充分的理解 如果你仅仅按照自己的想法 而没有对业务与数据有充分的理解 很可能导致你的理解与业务有很大的偏差 所做出的结果与业务的需求不符合 导致反攻 或者是因为对数据的了解不全面 导致缺乏关键数据而影响最后的结果 甚至是任务难以进行 最后项目流产 经过这一步的准备 要明确你对于要解决的问题的所有可知信息 但是要想真的理解业务 理解数据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那就是思想准备 所以在这里 我把前置分成了三项 思想问题 业务背景与目标 把握数据 在思想问题中 第一个就是要避免对业务的轻视 要做什么样的人 就要先按照那样的人去思考 而不是要先像那样的人 比如说你要健身减肥 很多人都是先去买一套健身装备 健身器材 然后办一张健身房卡 但是自己的思想并没有转变成一个健身人士的思想 那么最终健身减肥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你做数据阿绝 一定要避免这样的思想问题 我学了很多的算法 穿着程序员的衣服 背着程序员的电脑 我就是一个优秀的数据阿绝工程师了 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很多人会说 我当然知道业务的需求是什么样的 不然我干嘛要做数据阿绝呢 在实际的公司组织中 有些公司的数据分析师 或者算法工程师 是与业务部门在一起的 而有些则是分开的 其实不管是否在同一个部门 如果数据阿绝人员 没能够真正理解业务场景与挖掘需求 很有可能与业务人员产生分歧 以至于你觉得做了很多的工作 每天都加班加点 你的挖掘项目充满了技术含量 数据充分 算法丰富 结果详实 最后业务却不认账 说你做的不好 效果没有达到预期 做出来的东西对业务的价值不大 轻视业务是很容易犯的问题 我在刚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也犯过不少类似的错误 一个业务方提需求 而我没有仔细去寻业务的真正想法 按照我自己对业务的理解去做模型 最后呢 如果拿准确率这样的线下指标去看 似乎效果很不错 但是放进业务去做测评 却无法满足业务的需要 导致不得不推导重来 所以要始终牢记 数据阿绝的本质是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要去解决问题 一定要源于业务需求 服务于业务需求 如果脱离具体业务去做 那做得再好 再漂亮 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数据阿绝项目 你就要去深入学习业务 明白业务的关键点 在项目的需求阶段 与业务方进行充分的沟通 在发现偏差时 及时调整 甚至在制定OKR的时候 也与业务方来共同制定 这样在做项目的时候 才不会出现南辕北辙的问题 不要觉得你是一名技术人员 学习业务对你帮助不大 思想问题的第二点 就是要明白可以为和不可以为 做技术 有一个很容易进入的误区 那就是相信技术万能 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一个业务需求来了 你明白了业务的要求以及目标 还需要明白数据阿绝要解决的点在哪里 技术万能的工程师 会相信数据阿绝 或者说算法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对于各种各样的难题 认为只要有数据就可以解决 然而事实上 技术在业务上绝不是万能的 甚至由于公司不同 业务不同 流程不同 所做的数据阿绝流程和数据阿绝目标 也千差万别 比如说你在做一个OTA酒店消息的项目 在酒店业务中有一个痛点 就是不同的供应商提供的酒店信息 可能存在一些区别 以至于消耗大量的人力去做对比 这个问题场景看似很符合数据阿绝的解决范畴 然而实际上却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数据可能是残缺的 导致无法使用算法处理 不同供应商提供的同一家酒店名称 可能是中文 可能是英文 可能是日文 法文 泰文 不同语种之间 无法使用同样的模型来解决 而如果每一个语种都做一个模型 又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 不同的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可能是不对等的 有的供应商会提供电话和邮件 有的则没有这个字段 然而这些对准确率的影响非常大 这也无法使用一套解决方案 来完全解决所有问题 总结一下 说数据挖掘不是万能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数据不完美 虽然数据挖掘的理念很美好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完美的数据是不存在的 至少现在是不存在的 每一个公司都只是掌握了部分数据 有些甚至没有多少数据 还需要去外面爬取来进行出入 从总体上来看 似乎我们的数据量很大 很充足 但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 具体到每一条数据的时候 或者某一个需求的时候 是不完美的 甚至是匮乏的 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 甚至超出了业务本身 这就会造成入不敷出的情况 这个项目开展的必要性 可能就要受到质疑了 第二个是业务条件不完美 数据挖掘项目 通常都是跨团队的协作项目 比如说我带领的数据挖掘部门 既不生产数据 也不存储数据 但是我们却是对数据处理应用最多的部门 这当然有赖于业务部门 以及其他技术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作 再说上面那个酒店业务的例子 如果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 比如说经过长达一年的研究和调试 当然可以产出一个效果更好的模型 甚至是直接输出结果 然而这个周期对于业务来说太久了 业务没有办法等待一年 以获得一个足够好的结果 况且由于数据的限制 这一年后半段时间的努力可能只有很小幅度的提升 所以我们又跟业务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以更改目标 最后确定目标是提升酒店运营人员的效率 而不是直接输出一个完整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三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产出一个效果还不错 而业务也可以使用的模型方案 同时加入业务开发的一些流程 最后我们的项目降低了 业务运营60%的人力成本 所以说数据挖掘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与条件下 去提供最大化的解决方案 不要忘记我们的初衷 去解决业务需求 而不是以技术万能为导向 最终导致项目陷入泥潭 消耗过大 甚至项目流产 而偏离了我们解决业务问题的初心 要避免这种问题的产生 需要与业务方进行深入的沟通 同时对你所掌握的数据有充分的认识 对业务的难点和重点有明确的区分 建立需求多方评估机制 让业务专家与技术专家参与进来 评估需求的合理性 以及你的数据情况 确认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数据挖掘得到有效解决 或者是对需求进行拆解 与最大化在数据限制和业务限制的前提下 效目相估 解决了上面两个想法上的误区后 要明确你的业务需求就变得相对简单了 因为你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已经是一个具备业务视角的数据挖掘工程师了 自然而然的 你在进行数据挖掘之初 就要去明确业务背景和业务目标 更好的契合业务的需要 数据挖掘是一种方法 需求的产生必然是因为某种分析需求 某个问题或者某个业务目标的需求 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能对问题进行准确的定位 那么后面该如何使用合适的数据 选择合适的算法 都是无稽之谈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自媒体平台 自媒体作者会在上面发布文章 很多用户会来看这些内容 从而产生互动行为 比如说点赞收藏分享评论等 这些会刺激作者继续创作 而作者持续发布好内容 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来浏览 在这个环节中作者的贡献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里业务提出了一个需求 要对发布内容的自媒体做一个贡献度评级模型 这个目标虽然确定了 但这个贡献度到底该如何去衡量呢 对于一个作者来说 他的贡献度体现在他的内容上面 但是CTR点击率高的内容贡献度高 还是有独特观点的内容贡献度高 或者是引发讨论的内容贡献度高 还是有技术深度的内容贡献度高 是发布内容的频率高贡献度高呢 还是发布的内容够长贡献度高 这里面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事情 如果说家决工程师自行去理解业务 那很可能会出现偏差 和业务方的需求产生分歧 所以这时你就应该展开沟通 并成立专家小组来对目标进行评审 在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到 我们的业务背景是在打造品牌影响力的时候 发现很多用户对我们的内容产生了质疑 因为有些作者为了提升自己的点击率 估计使用一些标题 低俗图片等手段 并且频繁的产生无意义的内容 造成了用户的反感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你的业务方希望能够对作者形成一种分级制度 让那些写有深度 有内涵内容的作者能够被评为更高的级别 而那些标题党作者的级别则会降低 那么接下来把我们对数据的收集 就要围绕这个点去展开 在核对好需求之后 紧接着你就要对数据来进行了解 这一步有点类似可行性分析 小负难为五米之吹 如果你的数据无法支撑挖掘需求 那这件事也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所以作为一个数据挖掘工程师 还需要对你要用到的数据了如指掌 收集存储转换数据都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如果这些环节存在问题 那么整个项目的进度都会被拖慢 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考虑所有可以用到的数据 哪些可以用来做你的模型 哪些可以用来回答业务的问题 哪些对这个需求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数据的质量 数量 可靠性 完整性 以及部分数据缺失 是否会导致模型的效果不好 某些关键数据 是否会严重影响业务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你搞清楚 从粗粒度到细粒度 你对数据的认知应该有这样几个层级 首先是 是否有这样一个数据机来支持你做一个模型 来完成这样一个需求 来回答业务的问题 第二层级 光有数据还不行 还得看到底有多少数据 是一条 十条 还是一万条 一亿条 数量的不同也会影响你的处理方式 更进一步 也或者说 你的数据都有哪些属性可以被用到 比如上面的例子 一条数据就是一个作者所写的一条内容 各种互动指标等信息 到了这一层 你需要考虑的是 这些维度是否可以支持完成业务需求 是否与所提出的问题有关系 最后 这个是针对于特定的项目 比如说有监督学习的任务 那么每条数据都需要有结果的标注 这也是你的模型或者算法要学习的结果 如果只有数据 而没有对应的标签标注 那机器学习也是比较困难的 确认了这些数据的问题后 你才可以说对数据有了初步的了解 接下来可以按部就班的进行下一步 数据准备了 看完了这一课室的内容 不知道你是不是改变了对数学习的看法 想想自己做的业务需求是什么样子的 你是否能做好对应的准备呢 如果你是业务方 那又该如何跟工程师做好沟通呢 这课时讲解了数据二卷步骤的第一步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 那就是做好准备 这里所讲的准备分成三个方面 思想准备 确保自己已经具备了一个专业数据二卷工程师的思维模式 理解业务 确保与业务需求方的充分沟通 对业务需求的充分理解 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理解数据 确保对可以掌握的数据有全面的了解 知道哪些数据有用 哪些数据没有用 我觉得作为一个工程师 通常在沟通方面可能会有所欠缺 比如说我自己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在沟通方面有所提升 我可以给你推荐两本书 非暴力沟通和高难度沟通 有时间可以读一下 下一课时 我们将进入数据发觉第二步 准备数据的学习 到时间